黑云段首批400多名金户高铁列车长和乘务员在上海洪桥站集体亮相 上海首批金户高铁乘务员平均年龄22岁 身高1米65左右 大专以上学历 并拥有普通话二级假等证书或是英语三级以上水平 有的还会说日语或法语 这400多名高铁乘务员是从近3000名报名者中脱颖而出的 他们大多是空城专业的毕业生 有的曾经担任过空姐 空姐可能对于一对一的这样子的就是机会比较多 现在我们在铁路上它是一对比较多的旅客来服务的 但是我觉得我相信这个服务一样不会差 上海铁路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金户高铁的新乘务员在通过选拔之后 都经过了三个月以上的严格培训 此外乘务员们还必须掌握金户沿途的旅游资源 历史人文等知识 据悉上海科运段计划担当金户高铁列车28队 每一趟列车配备一名列车长和四名乘务员 基本上一个乘务员它有四节车厢 这是它的这个主要的主体的服务范围 列车长是整个列车都要不断的巡视的 所以在一个车厢里边有我们乘务员巡视 还有列车长的巡视 它都会跟我们乘务员说或者跟车长说 在金户高铁正式开通后 铁路部门还将根据旅客需求 陆续开设旅游服务 预定住宿等衍生服务项目 东方卫视记者董兵倩上海报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